不去聽不去看 不去管他們說什麼 可是你知道嗎 在這個圈子 我覺得也不只是在演藝圈裡面 就是中國人的社會 你很難不聽不去看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鄰居會來跟你講 對 周遭的 你沒有看到那個報道 你沒有看到這則新聞 人家就說 欸 你還不知道嗎 人家怎麼說 欸 你看了沒 你知道嗎 就這樣 然後就突然間一個 不認識的人經歸的說 對 你先生怎麼了 他好糟糕喔 江美琪 恭喜 恭喜 又推出新專輯囉 對 這次的專輯呢 唱的是什麼樣子的歌曲 這次的專輯當中 都是一些翻唱的歌曲 翻唱的 對 就是主打歌是 《明天愛誰》是融族的唱的 然後其實在當中 收錄了很多近幾年 我自己覺得很好聽的歌曲 所以其實都是 別人唱紅的歌曲 你再重新的演唱 對 其實這個小美 從推出第一張專輯到現在 事實上你的心變蠻多的 現在如果再去想說 你那個時候那個樣子 真的差好多喔 就是有 那時候臉有點Baby肺 可是現在還是有點腫 所以很像已經結粉多了 你的臉型都已經變了 然後髮型也都不一樣了 對啊 蠻性感的喔 真的嗎 謝謝 好 我們來請教唐老師 這個小美又推出新專輯啦 那麼就她的新作命盤來看 她呢 在今年她的工作運怎麼樣 特別要注意什麼呢 好 這個以工作運來說 當然因為今年小美走有桃花運喔 真的嗎 是是是 然後可是我們說桃花運 其實在這個演藝事件上 非常有幫助的 可以代表你人氣啦 人緣啦 都會步步高升 因為小美是獅子座 而且呢 小美的太陽星座啦 金星都是獅子 然後都位在 充滿才藝的這個戀愛宮 所以本質上呢 小美的才華就已經很多了 再來只是什麼時候會發光發熱 那剛好我們說到那個木星 因為走到她的這個 第五宮 就是戀愛宮 才華宮 才藝宮 所以一來也走桃花運 二來呢 你的才華也可以被看見 所以今年呢 也不一定要只是翻唱老歌喔 有時候呢 你也不妨再用創作的方式 就是說以前也是這個路線 可是今年的話 會受到更多的肯定 就可能有不同的感覺出現 對 沒錯 時機對了就對了 然後你明年會更忙碌 所以今年也是為明年來鋪路 所以明年的工作運 就很像這個 明年一的去年一樣 就說 工作 就什麼了 越來越難忙啊 很旺 對 非常旺的意思 突然講到這個去年是怎樣 我自己很像 什麼 怎麼了 超旺的 明年走的那個工作運 就跟你去年走的工作運 就是突然間工作就是 接踵而來 沒錯 好像很忙這樣子 對 可是我去年有開刀耶 他不是這個 我不會 那搞不好 你要提醒人家 我去年忙到後來 這個喉嚨伸減開刀 搞不好我去開個整型手術啊 那也是開刀啊 沒有亂講 他也很愛漂亮 他也很愛漂亮 對 是 好 那當然 之前曾經發過像在搶救小美 對 第三張專輯的時候 對 第三張專輯的時候 然後也的確 後來變得非常的漂亮 受到大家的肯定 然後唱片就開始長紅了 好 那你覺得你算不算是 一種麻雀變鳳凰 我覺得每個人的可能 走的那種運氣不同吧 可能我必須要很 很踏實地去做每一步 可能不見得會有你想要的 那個結果或樣子吧 可能比較辛苦吧 現在光管你這些回答 都變好成熟喔 對啊 因為我們還沒有 講到那星座 我等一下就變得很活活了 因為我好喜歡講星座 我好喜歡 歡迎 好好好 來 我們來看看喔 我們的看見水堂測驗 從這個測驗當中呢 可以進入你的潛意識 知道呢 你有沒有灰姑娘的情節 你麻雀變鳳凰的指數 高不高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其實大家都也知道 麻雀變鳳凰這部電影 為什麼會全球發燒 而且大賣 其實呢 它真的是滿足了 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呢 真的想變一隻鳳凰 所以我們今天的水堂測驗呢 就可以泄露出 你到底呢 可不渴望 變成麻雀變鳳凰的指數 到底有多高 OK 好 你會希望自己獨處的時候呢 可以狠狠地咬哪一種水果 一口 一 嫩黃的水梨 二 青蘋果 三 粉紅的水蜜桃 四 綠拔辣 五 多汁的甘蔗 這聽起來都很好咬 對 你只能咬一種 而且只能咬一口的話呢 你的選擇會是什麼呢 小美 我要選粉紅色的水蜜桃 因為它最好咬 對 我會選綠拔辣 綠拔辣 你牙很好 你牙齒很好 而且你果然選那個 絕對不滴汁的 只有綠拔辣 只有綠拔辣 連蘋果都有一點點蘋果汁 對不對 真的耶 綠拔辣 綠拔辣 嫩黃的水梨 對 高老師呢 我也是那個水蜜桃 你也是水蜜桃 我也要吃水蜜桃 剛好我們都水蜜桃 好 來 我們請高老師 鼓勵大家解答 好 如果個人朋友選擇 第一個 跟唐老師一樣 我們可以知道他內心深處 小麻雀變瘋狂的指數 到底有多高 大家來看一下 隨著嫩黃的水梨 99 真是的 我就知道了 他就美夢成真型的 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 真的會麻雀變鳳凰 其實這位型的人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黃色的水梨 黃色代表很開朗 然後很有自信心 那他你知道高山的水梨 其實他相信說 自己就算不要靠別人的話 自己也可以變一隻很好看的鳳凰 對 說得真正的 我相信終有一天 有人會懂得欣賞你這樣 不懂也沒關係 我們不妨自傻 好 OK 好 所以這個也達到99%這麼高 好 選擇第二個青蘋果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觀眾朋友 你在新鮮處想麻雀變瘋狂的指數 到底有多高 大家來看一下 只有40 覺得是吃人說夢醒的 覺得先要把該忙的事情 先忙完之後 懶得再去胡思亂想 那為什麼會青蘋果 因為青蘋果是很脆 這種人很帥氣 他覺得先把自己應該有的行程 先做好的話 想這些真是空想沒有用 時間到了或是有緣的話 就有 自然就會出現這樣子 好 那如果是像我們一樣 選擇粉紅水蜜桃呢 雖然我們年代都是不一樣 可是我們內心深處的 那種 爬圈棉木豪的指數 竟然是一樣的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55 半信半疑型的 我們嘴巴雖然不相信 可是我們心裡 還是沒有大的期待跟像我 其實還是希望 真的有人騎白馬 從我前面經過 那只有180公分的帥哥型 對不對 如果能禿頭 對 好 這類情緒粉紅色呢 就對愛情其實是既期待 又怕受傷害 所以他覺得說 還是很希望終有一天 有一個真的深愛我們的人 能夠疼惜我們 好 如果是像黃老師一樣 選擇綠拔 好 妹心珍處的可以知道 黃老師 麻雀便蜂窩指數 有多高 還不錯 不錯 有夢最不行 他不管會不會實現 可能心中常有一個夢也不錯 這類型的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綠色是比較熱命型的 他覺得說 他可以享受目前的生活 那有一個夢在心裡 他會覺得就是很開心了 好 如果是咬這個多汁的甘蔗 如果貴人夢有選擇這個的話 你就要自求多福了 可以知道你嗎 而且變紅的指數呢 其實只有20 靠自己吧 他覺得他已經醒了 因為他覺得靠自己一步一腳印 比較實際 就之前做的這個白日夢 沒有實現過 而且都破碎了 那他覺得說 他像道吃甘蔗 就是慢慢慢慢的 覺得說 有這麼多的挫折之後 領悟還是靠自己最有用 OK 好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小美的造型 當然呢 感覺有一些變化 可是我覺得都還是比較偏向 不是那麼的女人味的 比較中性 你覺得這是不是跟你的 本來的個性也有一些相像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本身 個性還滿中性的 所以就是希望跟自己的 比如說在打扮穿著上 不要跳太多 就是希望貼近自己的個性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有一些人呢 譬如說他就是女的 可是他就是 老師喜歡打扮得滿中性的 然後樣子比較像男生 來請教一下黃老師 像女生如果男像的話 她的個性跟她的運勢會如何 我們先說一下小美 好 她裡面她長得很漂亮 但是她有一點男像 她的男像就是鼻子太大 對 她鼻子很大 對 真的 你要說這是財 可是 對 我們女女漂亮不要財 財也要啦 也要嗎 那可以一邊大一邊小 那就比較高 比大還更糟 我沒有計劃 娶媳婦不要娶大鼻子的女人 為什麼 你這樣我會沒有男朋友 把這話收回 收回來說我沒講 當然我沒講 為什麼不要娶大鼻子 因為我自己也是大鼻子之道 當然她現在是剛出道沒多久 可能滿聽話的 但是長久的話不太聽話的 大鼻子比較叛逆是不是 她不是叛逆 就是不能夠接受人家 很難接受人家 指點她錯誤 不容易接受 對 因為鼻子她比較吃 因為我們講男人的象徵 眉毛跟鼻子 對 眉毛鼻子 那鼻子算是其中的一項 我覺得你還是不用去整 因為整了也不見得嫁出去 陶老師就整好了 陶老師整得這麼好 陶老師整得這麼好 我自己現在告訴我 那家已經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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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多人還在問 現在連海外都在問這家整體 那家已經不在了 如果你是那個醫生的話 你可以出來再開業 因為會很多人來找你 對 我本來想利用過年 西醫師在哪裡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一般來講所謂的男相 首先第一個 就是所謂的濃眉 以前我們提過 眉毛是代表男人的象徵 代表你的精力旺盛 如果說女孩子 眉毛那麼強的話 表示她氣勢非常的旺 也就是說 個性強烈 氣勢靈膚 還蓋過她的丈夫 那麼在現有人物裡面 李彥秋 我覺得她眉毛很濃 當然她跟她先生李濤之間 是不是現在隨靈隨 我這不知道 只是說她這個長相 屬於男人的長相 女孩子應該細長 彎曲的這才好看 其實她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眉領骨凸 就是整塊這邊骨都凸起來的 我的算不算 不算 你不是 我是因為我的眼窩凹 你根本不算 我這邊凹進去了 要整個這個凸起來 要整個這個跑出來就算 對 這也是代表男性的象徵才有的 那麼這種會怎麼樣呢 個性強悍 頂撞多火 人家講它 它一定要頂撞的 所以在過去呢 這邊特別凸出來的 不是很受歡迎 再來我們看一下 就是鬍鬚 女孩子應該沒有鬍鬚 如果長鬍鬚 我們講的就是水系統 它水系統就是會搶 有一點 你不要指望 其實那個誰 林青霞 林青霞有嗎 林青霞這邊都輕輕的 這是乳毛不算 不算嗎 你那是乳毛 那我再加一點 你那不是鬍鬚 不是嗎 可是每個人看到我都說 我鬍鬚好強 應該是含毛 乳毛 好險 好 我們看一下鬍鬚會怎麼樣 個性呢 出爐不服管教 當然這代表是因為男性的 還有這種現象 好 再下去呢 我們看一下是 生魄 或者雄生 那這種在我們過去來講 它不只說要妨礙 我這裡寫的是 妨礙良人 那麼像素上就是說 要克三夫而不休 就是要克死一個再一個 克死一個再一個 就是這個雄生的最嚴重 那我們如果就算沒有那麼嚴重的話 通常先生做生意都會失敗 好 最後呢我們看一下猴傑 那麼這猴傑呢 也是男人才有 女人沒有的 就個性呢 比較偏執 意外多哉 表示他好勝 什麼事情要跟男人 要跟他爭 開車一定要贏人家 做事情一定要 要打架 打起來要打贏人家 當然他這個時候就會 意外多哉 所以女生就是說 其實重聲音 一定要跟他的溫柔 溫柔細膩這樣子 對的 沒關係 沒關係 幸好 幸好我們破一陣子而已 對 並沒有破一輩子 不然就完蛋 還要連克三個 那我還有連 不是 沒有 那個就是破 嚇死人 第一個都還沒有掛 就寫出來了 真的是 我亂講的 來 在演藝圈當中 你最怕碰到什麼留言 我最怕比如說 不實的留言 不實 他留言一定是不實 對喔 你也太天真了 哪一個留言是實的呢 對 可能就是 就是亂拼湊故事 可能事情本來就是 沒有這樣子 他亂拼湊這樣子 那你自己會有 什麼樣的方法 來讓自己 盡量不受這些留言的影響 不去聽 不去看 不去管他們說什麼 可是你知道嗎 在這個圈子 我覺得也不只是在演藝圈裡面 就是中國人的社會 你很難不聽不去看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鄰居會來跟你講 對 周遭的 就是你沒有看到那個報道 你沒有看到這則新聞 人家就說 你還不知道嗎 人家怎麼說 你看了沒 你知道嗎 就這樣 然後就突然間 一個不認識的人經歸的說 你先生怎麼啦 他好糟糕喔 你知道這樣嗎 對 就是很多人 其實中國人的社會是這樣子 大家很來管別人家神事 所以你很難不聽人家去看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什麼樣星座的人呢 他是這個流言的金鐘掌 就是他完全呢 不受這些流言的影響 百度 不清 是 我個人是非常羨慕這些人 因為我太容易被人家影響了 對啊 你是哪顆星這樣子啊 就是水象星座啦 水象星座比較 對 情緒比較容易受到波動 對 會容易受到影響 那我們就很佩服這些人了 因為他們各自有化解的方法 我們要跟他們學什麼化解的方法 那第五名叫做 說又說不死人 我也會說 太陽金星在 雙子座的人 其實雙子座的人他們很了解 流言的本質 就是 就像風 挑來挑去 然後就會散掉了 所以呢 這個流言又怎麼樣呢 而且呢 他也覺得自己還滿冷靜的 他知道這個流言要怎麼去化解他 所以他會對流言一笑致之 我們來看第四名 第四名就是 有批評才有進步 他可以接受 這就是太陽金星在 水瓶座的人 水瓶座的人 個性是很冷靜又客觀的 所以呢 他是那種客觀的看事實 他們這樣子說我的流言 表示 我應該是做得還不錯 他們才會注意到我 而且做得還不錯之餘 那我是不是也要反省一下 為什麼做得不錯 還要被人家講呢 所以他是可以從流言當中 學到教訓 知道一些訊息的人 那水瓶座的人 就比較不會被這個 無謂的困擾了 第三名是誰呢 第三名是指向前看 所以一下子 我忘記了 這個人也真好 太陽金星在 牡羊座的人 牡羊座的人 牡羊座的人他是想 我自己的事都反不完了 我管他說什麼 別人說什麼 又干不到我家的事 所以流言肥短 對他來說 他會覺得滿無聊的 第二名呢 是自信地過自己的生活 這就是太陽金星在 小美的獅子座的人 對 他們就是那種 過自己的生活 我不聽 我也不看 就是很清楚 他不要聽到那些 讓他很煩心的事情 對 不聽最好 所以他可以做 他城堡裡的公主 象牙塔裡的公主 永遠過得開心的生活 那我們說第一名是誰呢 不痛不癢 好奇 好奇 就是說反應慢了一點 所以也侵襲不到他就對了 對 太陽金星在 金面無尊 金鐘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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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典型的任務 就是王小纏小姐了 說真的 他們就是過 他們真的是屬於那種 我行我素行 對他來說 事情就是只有做出來 跟沒做出來 哪有什麼說不說的 說沒有什麼影響力啊 我人到你面前你才會害怕 就是這種型的 所以金鐘座的人 他是很務實的 他覺得留言就是那種 很無聊的 不實在的東西 小美在不在意這個 另外一半的長相 內心表面上不會 內心還是會一點吧 因為大家說 你以後的男朋友 你希望他長得帥嗎 然後沒關係 我覺得個性相處來就好 其實 其實我覺得內心還是會 那如果說對方 長得很像怪獸 可以 就是跟他交往嗎 你要看怪獸的程度到哪一種程度 有多怪 有多瘦是不是 就是長得多怪的程度 對 可是如果真的太怪 我也沒辦法接受 你光是你可能要很近的看他 跟他講甜蜜 講不出來 對 你們都不知道 真的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這些外貌協會人的痛苦 真的很痛苦 你們都不知道我們的痛苦 比如走在路上都要戴眼罩 也沒有到那樣啦 只是像小美她剛剛就講到一個很實際 就真的 這麼近的時候 愛不下去 對 而且會爆笑 我覺得 對 怎麼辦呢 又近的時候 就一直會笑個不停 這沒辦法靠近吧 對 來 我們來看看 我們愛上這個怪獸的指數 有沒有 愛上怪獸 對 我們會不會愛上怪獸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這個開運水上測驗 好 今天在日本呢 有票選說日本人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叫三高 就身高高 薪水高 還有房屋住的高 可是呢 現在社會真的很難找這個三高的 只要一個高 我們就已經趨之若霧了 所以我們今天水上測驗 大家委屈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愛上怪獸的話 萬一只有這些怪獸出現的話 你會委屈的指數到底有多高 對啊 如果在線上只有這一隻怪獸 你從不從呢 是 好 來 晚上你去公園散步的時候呢 忽然看到公園角落 放著一個旅行箱 你直接認為裡面會裝什麼 不是要你去撿它 你是覺得裡面會是什麼 1 鈔票或黃金 2 垃圾 3 分屍的屍塊 4 根本是空箱 5 一箱衣服 小美 垃圾吧 垃圾 垃圾 我覺得是屍塊 那不然怎麼會有人把它放那裡 對不對 對 對 也不會有人把鈔票放著 我想 我認為是屍塊 你也認為是屍塊 對不對 我也覺得是屍塊 為什麼 你知道 因為我們這社會很糟糕 那個新聞媒體 一天到底在報導這個 對 什麼相思案什麼的 對 我也覺得這個 你呢 我覺得是空箱吧 你那麼單純啊 我不敢想 因為屍塊它可怕了 好 來 我們請高老師 為大家解答 好 如果觀眾朋友選擇的是 第一個 覺得公園裡這個旅行箱 是放了鈔票或黃金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你愛上怪獸的指數到底有多高 大家看一下 它是屬於一石白癡型的 這類型的人會當自己 不小心眼睛沾到石的時候 才會愛 因為這種類型其實會想說 裡面是有一個就是黃金啊 或是鈔票的話 其實它內心深處是 真的是想得太完美了 所以它覺得會美化這個怪獸 其實它真的沒有這麼凸嘛 其實它沒有這麼矮嘛 其實它會自己催眠 它自己覺得它還不錯 太善良了 好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選擇 跟小美一樣 覺得裡面是垃圾 我們就可以知道 小美內心深處呢 愛上怪獸嗎 大家來看一下 女子無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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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覺得天下 何時無方朝 何必虐待自己的眼睛 它真的是愛不下去喔 然後這類型的人 其實它自我意識很強 它覺得怪獸當朋友就好了 當男朋友 免了吧 對 所以就騙不了人的 勉強不來的 沒錯 好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跟唐老師 Amy跟黃老師一樣 覺得這個女心香裡面呢 是一個分屍的屍塊 她會愛上怪獸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三位 對 如果這個怪獸 是用鑽石打造的話 我最近真的很缺錢 真的嗎 我選得好準喔 我怎麼也開始缺錢了 對啊 你看喔 我從來 你看 這個外貿協會的會長 從來也不會 就是說為那種怪獸 對 不會看牠們眼 但是如果你的怪獸 你是鋪著錢來的 有點香的鑽石來 香的鑽石來 香的鑽石來 如果有人撒鈔票 好 這類型的 至於真的很缺錢的時候 相賺的怪獸 也挺好花用 好 如果是選擇四 根本是一個空箱 好 跟我一樣的話 把自己的雙眼蒙蔽住了 你們 知道我們內心深處 會愛上怪獸嗎 其實又才華洋溢 我們就覺得才子 其實醜一點是沒有關係 我們會為了對方才華感動 而原諒牠長得醜 所以如果說對方的才藝突出 對 你也OK對不對 因為大部分人知道 才藝的人會留醜髮 會留鬍子 就會遮住他的醜 我們大家可以勉強接受 好 如果是一箱衣服呢 好 你會愛上怪獸嗎 如果怪獸選擇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是寂寞難耐心 就自己在脆弱哭泣的時候 會暫時模糊對方的醜 因為已經哭到一個不起 牠長得什麼樣 什麼不重要 牠只要是個很雄壯的那個背膀 能夠抱住牠 我們就覺得OK了 安慰就可以了 OK 好 所以 想賺的喔 想不到這裡面 只有妳是寧死不從 對 我覺得外貿協會長頒給妳 好 來 我們站上 你跟幾個好姐妹 會經常在一起 逛街 禍 你跟夏萱 還有湘婷 湘婷 對 誰比較狠 瞎得比較厲害 後來我研究過了 我是那種天天會想要去逛街的 那Alpha可能就屬於那種 就是因為牠比較忙 所以牠可能一段時間都不能逛街 一去逛就買很多 那湘婷就是看著我們買什麼 好好好 我也要 就是那種 就跟著我們買的 跟著的那種 對 其實我還... 牠比較不為所動我覺得 很有自我 曹老師你比較容易被人家煽動 對不對 我是 對不對 而且你可能別人一講 你就覺得你真的缺那樣東西 我是很會煽動別人的 對不對 對 好 我們來請教這個唐老師 我們來拍一下星座組合 什麼樣的星座組合呢 是最有殺氣的血拼搭檔 好 這個有時候呢 要一搭 還有另外一個也要一唱嘛 這個搭檔呢 不一定兩個都敗家 一定是有一個 讓另外一個人很敗家 有時候逛街呢 就避開這些人 免得血拼到後來很後悔 第五名的組合叫做 這是有專業眼光 另外一個呢 覺得可以塑造形象 就給他買下去了 這個就是 摩羯座跟雙魚座的搭檔跟組合 那當然是摩羯 讓雙魚座一買就住不了手 其實雙魚座的人買東西 沒有什麼概念 那這個呢 為什麼會被他慫恿 純粹出於崇拜 他會覺得摩羯座的人 平常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做很多事情都很成功 那雙魚座平常 經常被人家批評說 沒有原則 或者是沒有一個 不了解那個狀況 所以他很崇拜摩羯座 摩羯座講的話他都相信 然後摩羯座跟他講說 你到這個公司來 你一定要用這個形象 去給別人看 那雙魚座這個時候 他就找到一個好理由 去買東西了 一買就收不了手了 第四名呢就是 一個是重點提醒 另外一個呢就是 驚覺需要 驚覺需要 對 這就是太陽機心在 牡羊座的人 對 射手座的人 像牡羊座的人 他有時候不講廢話 他一講就講到重點 你有沒有覺得 你應該去塑個身 射手座 真的 你也覺得我腰很粗是不是 好 那我去抽職 於是射手座的人 也找到一個理由 讓自己趕快去做一做 而且其實射手座 為什麼會相信牡羊座 因為牠沒有自信 牠可能一直在那邊想說 我可能有這個需要 可是只有牡羊座 因為牠覺得牡羊座的人 很有自信 牡羊座的人講的就是那種 言之早早 你就是需要這個 射手座就會 好 從善如流了 那我來看第三名 第三名就是 一個是不買可惜 另外一個是如破大事 這個就是 臭女座跟甜品座 臭女座會告訴你 我跟你講 這真的很便宜 別人賣少要賣多少 你知道嗎 牠什麼竟然還打折 牠到底要買呢 要不要買呢 牠不見得要買 但是甜品座聽了 就覺得心裡很癢 本來也就想買 你剛好告訴我 牠真的比較便宜對不對 快買 趕快買 牠會覺得自己占到便宜了 而且會覺得說 太好了 我又多了一樣戰利品 所以一來也是牠不會拒絕 二來也是牠耳根子軟 而且天平 年輕的時候真的很敗家 好 我們看第二名 一個是 增加你的親和力 另外一個是 從善如流 這就是 水上的巨蟹跟天蠍 其實天蠍座 用錢是滿 用在刀口上的 只有一種情況 能夠讓牠動心 那就是動之以情 那這個巨蟹最會了 巨蟹每次都會說 跟妳講 妳一定要這樣做 妳這樣做 別人就會覺得妳人滿好的 然後天蠍座就會覺得 也對 這一下就花下去了 也許是用在造型上 也許是用在自己的公關上等等 那這個 就絕對會讓牠花一大筆 因為天蠍要花 就絕對不是花小錢 那第一名是誰呢 第一名是 不負責任的怂恿 跟熱血沸騰 這個就是雙頭對 雙頭對 雙頭對 會為牠們找到千百個買牠的理由 真的 妳真的不買 換機就沒了 等等之類 受不了 限量的 好討厭喔 而且啊 這一家是絕對不打絕的 真的嗎 別等了 好 刷了 一定是這種 對 針對牠的弱點進攻就對了 都受不了了 是 終於找到海闊天空的理由 買下去連牠都不會後悔 對 妳知道嗎 我們出去啊 慫恿旁邊的朋友 人家都還以為我們 跟那個店員串通了 以為我們有串通 其實關我們什麼事呢 東西還會穿在你們身上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說 好可惜 不買美食 而且我從妳臉上看到渴望 我就覺得妳需要那東西 妳那麼想要妳就買啊 好可愛 而且不買可能會被人家買走 對 不買東西也會這樣 我聽到這樣我會崩潰 所以妳是 製作就是天生有一種恐慌 覺得自己那個東西 如果現在不買 一定會被別人買這種 對 如果只有一樣 那當然是非我莫生 對 因為我是獅子女王 對 要穿到別人身上 會想死 對 想哭 那妳還會不買 妳知道我曾經聽過 有一個這個副太太 她是怎麼樣 譬如說妳要跟一家這個 名牌訂貨嘛 那那些她們在 從國外進貨來的時候 她們就會先打電話 給這些副太太說 我們新貨到 好啊 好啊妳先拿來我挑挑看 然後一來她就譬如說呢 可能來了20件新貨 她就先挑了18件 那這些我都要 那妳先回去 可是她有一個月的宴貨期 就是她就把它存在他們前 不讓其他的少奶奶選 一個月之後 一個月之後就是 那這個我不要 那個 我不要 那個 然後再慢慢退掉 然後那些 就是少奶奶要買的時候 已經快要過激 好壞喔 因為她是大戶 所以人家也不敢得罪她 我在想那個人 應該是妳們是錯的 妳可以這樣也滿故意的耶 就好像電影的情節 對 但是現在有一天我也可以這樣 大哥也是 18件在我家 好啦 妳覺得女孩子在一起 會不會就是特別會這樣 比來比去的 表面上不會啦 可能自己這樣都在比 比如說今天可能要參加什麼夜晚 沒有 我今天可能穿休閒一點 就自己來打扮很辣 妳不是說要穿休閒就會這樣 還是會喔 還是會啦 那同門的是姐妹也會嗎 會 安理還是有一些比較啊 對啊 造型上是不會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創的風格 每個人的造型不一樣 對啊 像我平常就很喜歡穿比較 比較休閒吧 比較樸素吧 比如說我走在路上 也沒有人認得我是這樣 就是很樸素啦 妳意思就是說 要不然他們平常都穿得很恐怖 是不是 不是 就是比較會打扮囉 比較會有樣子 造型這樣 對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華老師 什麼樣的女生呢 是比較小心眼的 好 我們用手相來分析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看A 就是這個智慧線跟感情線 我們看一下 我們手上有三條主線嘛 感情 智慧跟還有一條生命線 那麼小心眼呢 跟生命線比較無關 而跟上面這兩條線比較有關 這感情線很短的 它主要是屬於感情方面的小心眼 感情方面的自私 這條線非常奇怪喔 很短是自私 是小心眼 太長到這邊也是一樣 過長也不行 過長也不行 所以我們說感情線適中 大概到十指的下面 中指的下面這一帶就好了 太長或太短 都是感情方面 或者它不能夠容忍 他的男朋友去在街上 看人家一眼 然後看別的女孩子 至於智慧線太短 就是智慧方面比較小心眼 智慧方面比較不能夠 在思慮方面 他的東西 我的財產 我的各方面呢 他都非常保護自己 好 其實看B B呢就是這個感情線跟智慧線呢 兩個圈在一起中間的這個地方呢 叫做方庭 方庭很窄 大家不能不會 這一部分呢 應該會分開的話會比較寬闊 如果這邊太短的人表示他心胸很窄 這裡就好像一個人的度量一樣 度量一樣 那麼這個是既然度量小 心胸窄 當然他就比較小心眼了 好 再去看第三項 成功線破壞 成功線呢也代表一個人對別人的態度 我做事情有沒有考慮到別人家 人家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人家有沒有他的苦衷等等之類 如果說這個成功線呢像這樣子破壞的話 那就是他比較小心眼的 根本不理人家的死活 完全考慮自己而已 好 最後呢叫做妨礙線 這妨礙線呢 通常是像林黛玉型的女孩子 比較有 全身體瘦巴巴的 他手上的紋籃線非常非常的多 就很大的 優柔 對 優柔寡斷的 而且他絲膩非常的細膩 所以他手上會很多這樣子的 叫做妨礙線 細細細細的 那這種呢 既然他是那麼優柔寡斷 或者他思想那麼細膩 自然對每種事情看法 他不是那麼開朗的 對 鑽牛角尖 鑽牛角尖 就像這樣子的 也算是一種小心眼的女孩子 那看看小美的手上有沒有呢 他倒不會耶 我剛剛講了幾項 他全部都沒有 都沒有 他這比較特色的是 他這兩隻手他都是川字長 什麼叫川字長 川字長就是說 他這個全部分開 這三條主線呢 三條主線就是 生命 智慧跟感情呢 常常在前面 分得很清楚是不是 對 三個他全部分開 真的耶 分得很清楚 一般這兩個會 我都會交集啊 對 前面這兩條線會合在一起 對 那麼另外第一 這個感情線才分開 對 可是小美呢 他是三條線都分開 那這樣子的人怎樣 就是優點來講 非常的獨立 她有自己的想法 那缺點來講的話 有點叛逆 有點不在乎別人 不管別人怎麼說的那一種 又缺點她的變成都有 那麼這種的川字長的手掌 比較容易出事情 因為他就是不在乎嘛 譬如說我交朋友也好 或者甚至婚姻也好 不聽勸告 買東西也好 我這樣想為什麼不可以 我覺得可以啊 我就自己就做下去了 比較容易出差錯 但是不是保 一定會出差錯 不是保證會出差錯啦 但是有比較可能性比較高 她換的是手相會變 我以前都穿字 這樣一個慢慢合起來 真的啊 就是個性有點更改 川字長如果連接在一起 表示漸漸她把那種叛逆的個性 會或者放任 任性的個性會漸漸的減少 就是說隨著年紀越來越 大家越來越不緊了 越來越保守 越來越鮮熟 就是不挑嘛 就隨和了啊 就隨和了 我覺得妳今天側面很漂亮 好 我跟妳講話 想用這個話來自知我 想用這個話來自知我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她 這邊右邊真的好美喔 對不對 左邊看不美 對 前場左邊沒有這麼美 我完全不為所動 好 請教陶老師 那我們來看 這個針對小美她的星座命運 來看 她在歌曲上算不算小心眼呢 那她的愛情運怎麼樣 她會不會真的就是 如她自己剛剛的那個預測 並不會愛上怪獸 死不從 沒有錯啊 首先呢 我們說這個愛上 就是她剛剛講的那些條件 她真的會努力去辦到 比如說她真的 那個愛不下去的人 她死都不會親 相鑽的也一樣 才氣縱橫也一樣 因為那是視覺效果嘛 那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 小心眼第一個 就是我們看小美的星盤的話 她火象很強喔 什麼是火象很強 她的太陽啦 金星啦 水星啦 她木星有四顆星都在獅子座 所以第一個她自尊心很強 第二個呢 她喜歡用那個大氣派的方式 去面對別人 怎麼會小心眼呢 小心眼就是要跟人家斤斤計較 然後上身星座呢 小美上身星座是牡羊座 所以這種型的人 她比較在意是 我的事業怎麼樣 我的工作怎麼樣 而不是你們怎麼看怎麼想 所以她其實忙這些都來不及了 絕對懶得去跟你勾心鬥腳 那從感情音樂來說 小美的星盤裡面 木星這顆吉星喔 木星這顆吉星 在你的戀愛宮 所以老實講喔 你的另外 就是你會遇到的戀愛對象 通常也是人家認為的 偏偏美男子 是有可能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今年討話應該會滿強的 是滿強的 可是因為喔 是好的好 還是不好的 因為今年的 以去年跟今年這樣延續下來的流年來看 對面有一顆星來 就是來克制你喔 可能一來是環境不允許 二來呢 也可能是公司不準 三來可能是聚少離多 所以感情還是有波折 可是感情運是有的 所以就不罰追求者囉 感情不罰 我補充一下 感情運是有 婚姻還沒有到 還早 還早 很早 很早 太小 還很早 妳再等個七八年吧 七八年 三十歲 差不多 差不多喔 那可能還要再久 再久 你們兩個很不勝唏噓的位置 七八年 我們都害羞 妳還五十歲 而且你們兩個 兩個老師一陣的感慨 你們兩個已經很難 我覺得剛好出來 坐這位置好合適 你們兩個人就可以一起這樣 一搭一搶 而且感覺你們兩個坐在一起 的確就老了一起了 還有 年輕了 年輕我們要 有活力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製作人要把妳分過來 這樣我比較好 統一管理 對 好 來 去年財運好不好 去年財運 算不錯啦 但我已經會花的啦 所以妳也覺得 有一點小破財這樣子 對 我要請教黃老師 要怎麼樣才能守住財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在新的一年 很多種耶 最好就是說 先不要破財比較重要 對 來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我們破財 我今天是用另外一個角度講 因為以前我們講過很多 破財的方法 要小心注意嘛 但最重要是在妳的心意啦 妳的心智 看到妳如果忍得住 不要去雪噴 雪噴 雪噴那也很厲害 最後雪崩了 雪噴到雪噴跟雪崩 首先第一個 從我們家裡的正門口看出去 家裡的正門口看出去 馬路上最好不能夠有坑洞 但這坑洞是市政府的事 可是就是影響我們的財源 這是大門外的 那沒辦法 這不是我們控制 另外第二個 如果家裡妳有神位的話 這個妳可以控制了 這個神位的事情 這假定這是後面的牆壁 這是妳家的神桌 上面是神明 前面有爐子 那這幾個是破財的現象 第一個就是神桌跟牆壁之間 竟然有空隙 一定要靠著牆 一定要緊靠著牆 表示妳有靠山 或者錢才能夠穩穩的守住 是 第二項看一下妳的神像 因為我遇過好多次 神像搬家搬來搬去 結果手搬斷了 斷了他就是用膠帶把它 不可以 當然不行 他竟然是保佑妳 要花財的 那怎麼辦 他把它丟掉嗎 不是 通常是 你跟活氣行商量 再去買新的 這個舊的要拿去給他處理 要處理一下 你不能隨便丟掉 不能放在那個 第三個就是爐子 這個爐子 你注意看一下 有的因為它是各種爐子 竟然下面有裂痕 有的人就拿一個挖弓 對 那個裂痕那不行 裂痕就表示 因為它裡面的香灰 就代表財 你那個就表示破財 漏財 再下去是看它的桌面 桌面跟這個牆壁 應該是垂直的 應該是垂直的 結果桌面往前傾斜了 這種尤其是那種 畢虎式的省位最會有 畢虎式有時候 它釘釘釘釘釘 往前垂下來 那錢財就一直往前漏 一直往前漏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往上翹呢 這樣子是不是去裁 不是 表示你太高傲 錢財進不來 所以是剛好平的是最好 平的是最好 再下去就是 我們的省位 從這個神明看出去 最好不能看到照 或者前面看出去 它的那個牆壁有破裂 等等之類 就是你的神明廳 那佛堂 就是如果破裂 剛好神看出去 這也是代表你 因為原來我們神明的意思 就是保護我們 給我們增加錢財的意思 那就都是代表破財 這些都是代表 這幾項要注意就是 還好我們家沒神像 所以他也不會破 那你家的門口啊 那是修馬路啊 那沒辦法 可是這個是我們自己可以 我們不拜那個 就不會有事啊 至少少破一點才啊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 剛好前一陣子 我到Amy家裡去看了 知道 我們家裡這門口看過去 如果有水的話 要水往我們的家的方向 流過來才好 如果說外面 譬如說是小溪河的話 水的源頭最好是從上 往你家這個方向流 而不是從你家的方向外面 沒有 看過去剛好我那個水 因為水當然不是從我家流出去 我家的旁邊 一直往前面一直流出去 而且是哗啦哗啦的那個水聲 很響的往前面流出去 這也是代表破財 你猜我們家往哪個方向 這樣來的 而且來得很平穩喔 這樣 我們而且來不能是直接的 有點彎曲 遠遠流長 錢財遠遠流過來 那如果譬如說 因為那個是我們家的那個面巷 是面巷那邊 所以那個河 剛好從我們旁邊這樣子 就從上面這樣下來 然後從我客廳旁邊這樣過去對不對 是 可是如果它的面巷是 剛好面對這個河 而 譬如說從西向東這樣 從我面前流走呢 這個叫我們在洋載學 叫龍門八法 它有各種看你的宅是什麼 你是坐北向呢 還是坐東向西的 這時候要看你的河 是從東邊過來 還是西邊過來 有一定的計算方法 謝謝 OK 好 這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當然我們說 你不要破財 其實除了黃老師 教導大家這些小方法之外 就是自己平常能夠開園截流 最好 最好不要聽信雙子座的殘言 超級被宵緣 你們就應該可以守住你們的錢財了 好 祝福小美 希望你這樣專輯還是一樣能夠繼續大賣 謝謝 好 也謝謝三位老師 謝謝 厲害了 今天厲害了 馬上又來到我又這位群家 就跟我說 來到我們節目的Live Show 這是我第一次 現場聽她的歌聲唱這樣 現在校園裡面 每次聽到每次感動 對啊 我曾經聽她的歌哭過 真的嗎 真的 她唱歌真的很有感情 你哭過 你為什麼要哭過 能夠讓一個畜生人掉眼淚 為什麼 欸 我沒有說是豬好不好 他是比豬狗都還不如 欸 傑克 沒笑 幹嘛 為什麼會掉眼淚 因為她上一張專輯那個 雙手的溫柔 聽得很有感觸 對啊 感覺很棒 在A面第二首 對 就是永保安康後面那一首 欠你的溫柔 好 雙手的溫柔 欠你的溫柔 好 謝謝 好 幹嘛 因為一個主持人能夠有先見之明 第一句唱完知道第二句太高了 趕快收掉 趕快收掉 喔 見好就收 上不去馬上 有沒有看到 見好就收 這個叫收縮包裝 不錯不錯不錯 蠻厲害的 來來來來來 那趕快來歡迎這一位來 介紹他 歡迎江美齊 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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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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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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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每次跳唱 還有我們不知道 來來來先跟他問回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很開心能夠來上仲憲哥的節目 能夠來上這個節目是不得了 對 在過去來講 九孔來上過 九孔 你也講兩個 菜頭也來過 不是 歌唱界 講歌唱界 歌唱界 櫻桃姐妹 櫻桃姐妹 怕了吧 怕了吧 更恐怖的是 剛剛來上過的這一位就是 陳一郎 他已經去世了 他上 對啊 他已經去世 你突然間講我起雞皮疙瘩 好恐怖 你本身屬雞是吧 不是 他已經去世了嗎 不要亂講 今天要講江美期 他在這個校園 這是轟動 你是沒有辦法拿去 轟掉了 對啊 只要一講到江美就哇 學到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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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死 逃了逃 什麼 他們逃離開 教官的把握衝到舞台前面 對啊 唱現場功力 現場乾脆不要光說不練是假把戲 光練不說呢 好 這什麼好 我要唱歌了對不對 光說不練是假把戲 光練不說是笨把戲 對不對 我現在要唱這首歌是第二張專輯的 真的嗎 第二張叫做 我多麼羨慕你 天啊真好聽 這個歌我幾乎可以倒背如臉 真的嗎來來來 真的嗎來來來 趕快來聽這首歌好不好 前面齊唱的部分注意聽 真的嗎 表現一下歌真的 好我們就趕快來了 好吧 感恩 最需要笑 再來就是《人真四月天》最劇借 《我國底勝於你》 有時光 風太近 敬不住 掛念欺你 這一個 离我遥远飞行 有时空也太近 拦不住回忆的心 于是因为每个夜里如繁星 我多么羡慕你 总可以转身飞远远地 我的爱是你 沉重心灵 帮助你真心梦的结醒 我多么想念你 当世间都失去了意义 穿越思念梦的真心想 当你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投帝 现场朋友再次疯狂热情掌声给大家鼓励 我们往线后 我多么想念你 我多么想念你 总可以 远远远远地 我的爱失礼 沉重心灵 帮助你追醒梦的觉醒 我对我想念你 当时就都失去了意义 穿越思念空 变成心想 但你需要的时候可以通听 告诉我 沿途中 相遇我 沿途中 奔向的心情 我可以帮助你 沿途中 奔向的心情 我可以帮助你 沿途中 奔向的心情 然后有口水 有没有 那种声音都收进来 这是一种美感 这样子 还记得以前有一个歌 不是以前 现在也有 那个 有没有 就那一首 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 有没有 他唱到最后是 所以他后来 是 那位歌手是肚子痛吗 没有 有点便秘 难怪 所以 一 哦 哦 耶 哦 耶 哦 哦 耶 哦 那个歌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他是哭了 菜琴嘛 菜琴 对 我知道 那录音室里面唱到掉眼泪 但是呢 真情流入 那种唱片 狂瀟热慢 哦 对不对 这样 不像康康的专辑 狂抽猛送 猛送 怎样 這樣 這個歌這個是主題曲嗎 對 那個人天四月天的電視劇 配這個劇 太正點了 對啊 你好像在這個MTV裡面 經常是不露臉的 對啊 我覺得可能就是 我是扮演那種說故事的人 我只要把那個情感傳達出去 不是吧 我想是長相的問題 喂 亂講 那他拍得多好快 我跟妳講 逃避問題 問題就增加一倍 面對問題 問題就解決一半 我們以前啊 我以前在那一家這個唱片公司 他們全部做偶像 我一進去之後 他們驚為天人 驚為天人 哇 怎麼有一個 跟大家都不一樣的 對啊 怎麼做 後來你的MTV怎麼拍 也是有拍啊 有 還是有拍 有啊 有拍啊 有啊 有啊 沒有 沒有 有很多 很多 別當老頭啊 對啊 別當老啊 對啊 對啊 真心 喔 真心多少錢 喂 不要再說了 那是我第一次拍 我跟妳講 妳不要看那個MTV喔 那個裡面女主角是誰 妳知道嗎 誰誰誰 那個女生那個 剛剛好恐怖喔 女主角 錢瑋珊 錢瑋珊 真的嗎 對 是前衛飛教練的女兒 這樣子喔 她今天是model對不對 170幾公分 她拍妳 拍妳的MTV喔 MTV啊 一直到現在彩虹喔 就是拍啊 要是沒拍應該會比較快 沒有 妳這句話有爭議 真的嗎 她現在有算紅嗎 有啦 有 我的沒有 我以為這個 當家小蛋 然後呢 剛剛聊到我們外貌的文明 對… 人家就覺得我們不夠帥 然後妳這樣妳可以唱歌嗎 妳的歌聲又還要平平 像我是平平 然後人家長得不帥 後來是有一個師弟進來 人家才對我的外貌 有了看法上的改變 這樣子喔 我覺得我是帥的啊 這樣子嗎 黃書俊 喔 所以呢 我對她非常的懷念 對 如果沒有她進入到我們這家公司 對 我在當時是被認為不帥的 這樣子 妳有沒有這個困擾 唱片公司 可是據我側面了解 那家公司到現在 還是一直認為妳不帥 好慘 所以他們就沒有再做唱片 喔 沒錯 沒錯 有沒有這個問題 講實在話 其實我覺得剛開始會耶 可是我覺得現在已經習慣 我覺得還好 而且我覺得雖然我不是很漂亮 但是還挺有人演的 其實 對喔 妳很漂亮 這種話自己講出來 不會啊 不會 很實在啊 周慧講就噁心 好 周慧 你看 她一開始出來 哇 天啊 我以為演歌仔戲 而且就 你不要這樣 人家的實力很好 我出來一唱歌 哇 真好聽 後台的時候就跟她講 我就問她 我說 你是不是有演過 現在人家都不好看實力 對啊 長得漂亮 不會唱歌有什麼用 你有沒有面臨到這樣的痛 講實在話 講實在話 我覺得多多少少會有一些些啊 可是我覺得 雖然不是那種 外貌特別出眾的女生 但是我覺得 跟大家唱出來 感覺都還滿好 然後就是 認識你這個人 瞭解你以後覺得很可愛 哇 那如果要靠瞭解的話 你是不是要到 梅惠歌迷家裡面住兩天 沒有 用音樂 我覺得用音樂跟歌迷朋友們 做一些舞蹈 你放心啦 我看一圈還是有很多男主持人 滿喜歡你們的 不要開玩笑 喂 人家在那裡搓衣腳 你在那裡搞豬的聲音出來 不要開玩笑 你看你 你知道嗎 你是像這樣嗎 這是你做過最好的一件事情 沒有 那他們歌手三朵花都很漂亮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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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雅萱 侯香蹄 家美琪 欸 對啊 مت友麟啦 intro blue la 露露是日本人嘛 對 本多露露 好解 那你本身就是說 目前來講是代字歸終 沒有問題 你有男朋友 沒有 目前沒有 有沒有人追過 你 attendance 是但原廠 可是我敏感oya 因為現在的男孩子 都蠻注重外表的是不是 可是我覺得我其實蠻可愛的 可愛啊 可愛 又不要放 對 這樣會不會等一下 如果像Nono追求妳 妳有沒有可能接受 來 兩個來對看一下 我覺得Nono哥是比較好的 妳現在是我過世 有一個疑問 有沒有 江美琪轉過去 臉上寫了一個問號 我幫妳問號 來 7月份過了 妳怎麼沒有回去 因為他們門鎖起來了 我來不及 鬼啊 門關起來了 胖鬼 肥鬼 油膩膩鬼 那個油車鬼 油膩膩鬼 油車鬼咧 油膩膩鬼 對啊 你們兩個對話好笑 對啊 糟糕了 鬼罵鬼 不會 我覺得Nono哥是很可愛 鬼罵鬼 一嘴一嘴 對啊 我咬狗 牠一嘴毛 對啊 欸 豬咬豬呢 欸 一嘴油 衝 要有創意的 好 來 一隻豬筆 不對 豬咬豬 一嘴豬 不好意思 沒有 真的好 沒有創意 對不起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好好好 停 好不好 讓妳慢慢去醞釀 醞釀什麼 我跟你講 Nono開口出來的 標的物一講出來 從來沒有失手過 可是Nono哥不是只有女朋友嗎 很多啊 很多啊 但是妳知道啊 車子是不是四個輪胎就會跑 對啊 為什麼後面還要再擺一個優秘鏈呢 因為妳隨時會破胎 對 對 所以妳看 哎唷 不方便的時候 對不對 怎麼了 不要亂講啊 對 大家是好朋友 好客氣 妳幫我要猴翔鼎的電話 喂 喂 喂 嚇壞 這變態 嘿 來這頭 妳叫他幫妳要猴翔鼎的電話 問猴翔鼎 給憲哥要 小雅軒的電話 我可以給妳 我有黃立行的電話 喂 什麼 神經病啊 好 那還可以唱歌嗎 可以啊 王菲的 王菲的 對啊 那第一張專輯就是我愛王菲 太多人跟她打包票 太兇服了 有沒有 還有陳三菱說什麼 有 章魚說什麼 章魚說 妳的唱歌是小美的天職 對啊 陳三菱說什麼 小美的聲音是 她用善良的心靈去撫衛別人 陳三菱就喜歡幹咬別人 那個嗎 可是其實 沒有啦 沒有啦 三菱姐人蠻好的其實 還有什麼 小胖 原位的小胖說 江美琪不只是江美琪 沒有沒有 江美琪應該不只是江美琪 江美琪 這是我覺得怪的一句話 那江美琪應該不只是江美琪 很可能也是柯林頓 或什麼之類的 這樣不會很奇怪 對啊 江美琪不只是江美琪 對啊 江美琪不只是康進隆 對啊 所以那種感覺怪怪 是小胖亂講話 對 不要理他 好 來 好 那我們就來唱王菲的歌 愛上王菲 對 愛美 愛美 這樣就來這首歌 廣東版的 廣東版 感心的音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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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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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